我觉得郭琪生活中可能也是那种爱分享的人 你觉得呢 他生活啊 工作特别认真 他其实很大大烈烈的生活中 什么事都是他老公管的 给他真的是无私的支持的 要不然他 你看他们仨的 就哪有空写 对 我知道的 孙和拉萨全是他管 就音乐上 生活上 然后他老公龙浩也是我们战友 对 我就特别熟 因为有时候其实跟龙浩联系的比较多 更多一些 对 私立上 经常生活上各方面 反正龙浩是给他真的 所有的透明又是特别的 很难得的好老公 比王老师还要好 比我还好 我告诉你怎么好 你这好成啥样了 聊聊天 房子 车 所有名全写过期的 天哪 对 然后赚钱就往家拿 我还问过 我说你怎么花 有钱就一起花呗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人 这样子做很让女人有一种 安全感 安全感 所以他就在外面就是 所有的工作忙前忙后演出 所以他没有后苦之忧的 家里的装修 跟他老公自己装修的 对 穿帘 买穿帘我都不管 对 郭琪你接得这么幸福啊 对 因为我这方面 就是我无所谓 就是反正什么颜色 对于我来说 只要行能用就蛮好的 我没有那个过多的 就是一定要要求 粉色或者蓝色 或者一定的这样 然后因为我过多的是觉得 因为像王老师说的 黑鸭子它是一个品牌 我们一定要延续 一定要做得更好 所以我就觉得 我能够多做 因为我愿意多做 另外呢 我也没 我家里不需要干 不需要干那么多事 所以我主要的重心 就在我们的这个组合身上 我也很欣慰 也很喜欢做 所以多做一点也很好 生活上的事情 我还经常请教他们 车牌呀或者什么的 装修 然后老婆呢 我说郭琪呢 第二了 又到哪儿 哪儿演出了 在车牌方面 你还是问问李伟吧 他比较对车牌敏感 真怕 反正就是说 他们真的是互补 我觉得特别好 生活很幸福 还是丁克呢 怎么还不要个宝宝呀 我觉得还是事业比较重要 这个要了宝宝 宝宝你再不要 就没机会了 知道吗 不要了 哈哈哈哈哈哈